你好 欢迎收看5月1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燕汝 花莲县长徐真卫在建设处长邓紫瑜 以及同仁的陪同下 会刊太平洋公园南冰段 针对0403大地震 造成各项硬体设施毁损修缮 以及老旧设施太旧换新等等 给予多项改善的建议 县长徐真卫表示 花莲县政府每年持续依助 现预算同时正确装机费 致力提升太平洋公园基础 服务设施水准以及优责的环境 强化整体架构以及维护民众安全 让民众获悉园区内各项进行趣味 步行坚异路线 南冰则是将有 共同供应基础上 达到成为更加全面化的健康场所 改善无障碍桥梁 前面完善太平洋公园 现在许中会首先关心大地震 造成多处钻错位以及毁损的状况 强调避免让民众 处于危险的休息当中 以减少新手可能发生的意外 现在许中会询问多处阶梯 以及木头服务所使用率 折成相关单位关注将近的需求 活用周边场域相关老旧设施 回忍的变形 县长也担心乡亲安全 也故意尽早改善 华林区表示 现在许中会重视花林 与其城市应有的设施 上阵以来积极推动 基础建设改善水环境 太平洋公园回廊湾水环境改善工程 皇宫之后跟华林医兴 县福近年来积极优化提升太平洋公园 在具有地形改造与区完整的技术之上 持续供容友善亲民方向 优化环境以及设施 记得结婚好才能打了 好